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講阿彌陀佛的修法 阿彌陀佛的修法是大家都要修的 因為我們多數都是由遣教轉過來的 遣教一向都是念佛的 一修了密宗的人就問 現在你密宗的時候我們是念佛的 那佛號繼續不念呢? 阿彌陀佛是不是有阿彌陀佛的修法呢? 我們是不是要改轉做阿彌陀佛的法呢? 其實這就是一大堆問題 問題就是我們要知道大乘和小乘不同的 我們呢 大乘佛法呢 如果你知道了這個大乘佛法呢 就是這個燒業 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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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解脫 小乘是斷煩老了生死 我們最重要是斷煩老了生死 我們最重要是你先承認這兩句話 承認這兩句話就可以分到大乘和小乘 如果你學大成都想斷煩惱 要生死 那你就不能搞 因為煩惱是不能斷的 如果你不收官 不是正道 你就不能斷 因為煩惱始終都是煩惱 學了法這麼久 人們最喜歡罵我們 誒呀 花師 學了法這麼久 你都不是學法的 煩惱還這麼多 我們不是學法的 學法要正道才沒有煩惱 在修行的過程中 煩惱是不能斷的 不能斷 為何斷煩惱 要生死 小誠手去日中一食 樹下一宿 三依一固 就是斷煩惱 離開煩惱還是斷煩惱 所以他是避開煩惱的 根本不是斷 當他修行的過程 修正了阿羅漢當然斷了 阿羅漢現在有多少人正 在修行的過程的時候 煩惱是不斷的 他只不過是避開 避開不接觸煩惱 他不需要賺錢 不需要有錢的問題 不需要有住宿的問題 樹下一宿 日中一食 這個是黑食的 甚麼都不用煩惱 他就變成沒有煩惱 就斷煩惱了生死 但如果你的人不能夠日中一食 樹下一宿 三依一固 你差不多的煩惱都得不到 所以現在泰國的紅三軍 黃三軍 都是法教徒 他們斷不了 為甚麼斷不了呢 因為原則上是斷不了的 斷不了煩惱 斷不了煩惱的時候 我們要面對煩惱 面對煩惱當然要減少煩惱 現在就是面對煩惱 怎樣能夠沒有煩惱呢 就是減少煩惱 怎樣能夠減少煩惱呢 那便要消業積勃求解脫 這是大成說的 大成是不斷煩惱不了生死的 小成是說斷煩惱了生死的 大成是不斷煩惱不了生死的 因為斷不了的 你要斷到最後 如果你說一開始就以斷煩惱了生死 作為你的目的 那你的煩惱是斷不了的 除非老人家 不用做事 打絕症念珠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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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這樣可以的 不理人 當然可以的 但你年輕人 還要賺錢 還要交租 包租婆站在外面 收租 斷煩惱說我公兇 公四年處 公甚麼 公生不淨 公秀是夫 公生無常 公法無我 公完之後他又不是站在外面 又不是等你付錢 所以斷煩惱在小成來說是經常看的 但是小成法師搞錯了一件事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出家 他說沒有煩惱 他當然沒有煩惱 斷煩惱了生死 他也沒有煩惱 小成法師說你放下 放下得著 你就放下 你讓我罵幾句 看你放不放得下 你當然放不下 沒有人罵你當然放得下 有人罵你發都有火 所以這個斷煩惱的 你沒有面對境 你的境是斷煩惱的 除非你是收工 好東西證到你當然可以 但未證到 不是說一開始收 你就正到 所以一開始收 你就想斷煩惱 這是錯誤的觀念 沒有人可以一開始收行就斷煩惱 只有越收就煩惱越多 為甚麼越收煩惱越多呢 因為你把煩惱壓抑了在這裏 所以你不准做這裏 不准做那裏 沒做這裏 變成你的煩惱馬上在這裏 所以煩惱越多 因為你平時不收的時候 覺得沒有煩惱 不開心 就去喝幾匹 沒有煩惱 打麻雀 去健身 去打球 去南桂坊 那你覺得沒有煩惱 如果煩惱叫朋友出來走去煩惱 那你就沒有煩惱 但你修行的時候 你不可以 連打麻雀都不可以 出家人 不是廣道家人 在家人都不太好 衛生麻雀 打了欲輸就贏不行 欲贏就犯菩薩界 想贏別人 想痛死對家豬死下家 頂死上家 那些人當然不行 坐下去已經排界了 所以這一個是不行的 不過你預了輸 陪你玩一下 那就無所謂的 預了輸 但出家人都不行 所以只有那些煩惱 就越來越多 就不會沒有煩惱的 因為煩惱是沒得疏洩的 沒得去的時候就越多 所以不是說斷煩惱的 斷煩惱 煩惱多 那怎麼辦呢 那就消業的復求解脫 所以就想辦法減少些煩惱的因 減少些煩惱的因 就是有病就有煩惱 沒有病就沒有煩惱 所以一方面要自己吃東西小心些 吃斷煩惱啦 不要煩惱啦 不要吃些好什麼 好北人 北道北的東西 這些鯊魚 鯊了條條條鯊魚旗 放回到海裡 讓它給些鯊魚吃完它 這些是很陳引的東西 所以不用做業的 食物不能做業的 因為你吃得越空層 那些食物將來就會來找你 所以我們吃的食物 現在早上我都要自己煮菜食 我不下油不下鹽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就是健康的味道 味道就是不健康的 所以你沒有味道 吃的時候只不過幾分鐘 你一定要滿足那幾分鐘的希望、慾望 滿足了幾分鐘之後 你跟著就要慢慢治 高血壓糖療病、心臟病 慢慢治 你說多不值得呢 你為何不忍受那幾分鐘 有味道沒有味道 都照樣吃 吃飽的肚子就算了 吃好東西、吃壞東西 都是一樣吃的 吃條菜有什麼樣子 所以那些人吃白蟲露菌 嘩 我們吃黑蟲露菌 冬菇 當然是 吃白蟲露菌 吃白蟲露菌 那些豬要找的 你看看差不多 跟那些東西差不多 白蟻類座 也差不多 那些豬要共共鵝 共共鵝 共共鵝 找出來白蟲露菌 那好吃呢 那些豬喜歡吃的東西 你也是喜歡吃的 都是跟它差不多的 所以這一個不是為人家 那些有什麼未吃過 有什麼新鮮的東西 現在那些人就是追求這些 有什麼衣服沒穿過 買些衣服來穿 有些什麼未吃過 找些東西來吃 那還有很多 外面還有哪個女朋友 沒拍過拖的 那你進去拍 那你就是一大件事 那是不是 我說人家老婆公頂 你進去看下喜歡人 那你就夠死了 所以有很多東西你沒試過 沒試過的東西你不用一定要去試 吃東西之類之類 所以衣服、錢、之類之類 住狗、土生、之類之類的東西 要放下才行 那你放下的時候 你減少了一些煩惱 減少了煩惱呢 你消業 消業 那要沒有病 積福 所以消業積福 消業積福 你可以消業 可以吃吃 放紅衣 消業積福 做一個 做一個 轟帝貢 我們有些 那些轟帝貢 那我們積福就好多了 積福我們做十二天神貢 十二天神都是消業的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未正度之前 業有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 有有有焦葉和復葉 未正度之前 叫做復葉 正度就是焦葉 焦葉就是焦了 種子焦了 伏葉就是要有些 業在那裏 做些善業 就遮住它 因為 朱葉與因果 除重更千窄 除千作其中 則後後成熟 所以 這一個 你把那些業伏住 伏住的時候 變成無業了 所以你現在說 有病 那我收多些藥私佛 收多些善業 將善業 將善業出來先 因為朱葉與因果 除重重的業部先 更的業部先 經常做的業部先 所以你經常收伏法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蓋住了 那你說 為何蓋不住 蓋不住 就是力量不夠 即是未夠時間 給你蓋 當然了 你即是有這麼多業 你蓋的東西這麼少 當然不夠 你做到夠的時候 自然蓋得到 但是沒有人包你 何時蓋得到 所以這個人 沒有包何時蓋得到 但是你不蓋 始終都沒有東西 那你做成業 即使你未必蓋得到 你將來都會享受福業 因為你是福業 焦葉就是種子 種子焦了 種子焦了 即是你那邊 不起見衡 沒有了這個種子 但是對方不會發芽 即是你那邊 不會再發生作用 但是對方會來找你 被你傷害的 會來找你 所以佛都有金槍馬墨之步 所以葉是沒得燒的 我以為葉可以燒 葉是沒得燒的 葉是蓋著的 伏葉蓋著它 到焦葉的時候 焦了 焦了你那邊焦了 人家那邊不焦 你被害那個不焦 害那個也會害你 所以這個 但是你靜了一度 靜了一度之後就會焦葉 所以這個 我本無生亦無生 四大化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滅 序腹如運喜亦沉 這個就是第一句解 我那時學中醫的 去唱法師講經 1977年 1976年 那時看到黑板第一句解 這個第一句解 這個第一句解 很受用的 這個是避瀉浮佛的解 這個避瀉浮佛的解 這個 我本無生亦無生 我本來是無生體 亦都無心的 為什麼呢 這個 我本無生亦無生 四大化生因境有 四大地水火風化為這個身體 是因為境的緣故 我們本來是沒有身體 沒有心的 當我們在這個避瀑式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身體的 我們進來 只不過是個姻緣 進來的身體裡 只不過是姻緣 這個是父精母血 父母的遺傳 加上你本身的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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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是姻緣 你沒有這樣的姻緣 你沒有這樣的姻緣 做不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因為境的緣故 所以有些人 來幸福的 一出世就幸福的 有些人一出世就受罪 所以這些沒辦法 這些是葉來的 這些是葉來的 葉的時候 這個是葉來的 所以前景若無 心亦滅 就說你沒有了前景 那你沒有了前景 為什麼能夠沒有前景呢 為什麼能夠沒有前景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心 是一個相熟的 念念相熟的 為什麼能夠沒有前景呢 我們已經有這個身體 這個心 這個心 心心都有了 那你前景 沒有前景 禅宗就說 這個過去心不可得 未來心 現在 現在心不可得 過去心 那禅宗呢 前景若無 心亦滅 禅宗就說 這個 這個 你 比如說你現在的參華頭 就說九千有佛聖 九千無佛聖 人家一幫你一下 不罰什麼聖 一一一一 一一棍 咬下去的時候 咬下去的時候 都不記得 做什麼 那這個都是空性的 所以 鄉岩激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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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岩有一次 掘地 種菜 種種一下 因為 講經 講經 覺得這東西 都不是路 走去種東西 種東西 種種一下 他發現地上 有塊粥片 有塊瓦片 他拋去後面 撿起來之後 拋去後面 一撞到那些粥 就跟那些粥 聊一聲 他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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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了你的視線 拉到你的視線 就有一陣空靈的感覺 撞到最突發的事情 就要空靈的感覺 因為你只有一個念頭 他在種菜 掛掛掛掛掛掛 沒有東西想 突然撞到一件事 他突然間空了 空了 空了的時候 就領不到這個空的境界 這個空的境界 這個空的境界 是怎樣了 所以虛弘老和尚 他57歲 在採石機 掉了下水 跟著是高猛子 高猛子的人 叫他主測 因為他名大 叫他主測 主測 他不主 不主 那個住前 就為他打香板 打到打 打香板 所以他身體很弱 打前測 有杯水 前面的人 放一隻茶杯 你要喝水的時候 他拿起地下的茶杯 就來針茶給你 很多人想拿去茶杯 因為他手震震震 那個時者針茶的時候 你的手都不在一邊 一錄 就錄下去 跟著就痛到手了 他說 打碎杯 家破人亡兩驅空 春度花開 處處受 山河大地盡如來 為什麽呢 烤著手 就打碎杯 這杯 烤著手 他的杯 就打到地下 這個 烤著手 打碎杯 家破人亡兩驅空 春度花開 處處受 山河大地盡如來 他說 這杯子 這杯子 第二首解 杯子 下落地 響聲明溺溺溺溺溺 虛空粉碎也 狂心當下飾 為什麽呢 他沒有懷疑 因為他在參�禅 突然拿去這杯 心裡沒有東西想 你要把盟念集中到一念 一烤著手 打碎杯 杯子 下落地 突然響聲明溺溺溺 插著你念頭的時候 虛空粉碎也 狂心當下飾 讓你一片空靈 這就是正空性 這就是空性廈前 所以前景若無心亦滅 就是當你 Garlic Team裝到你的空性廈前的時候 后面前念已經去了 因為你前年念佛事除 導致有佛性 導致無佛性的話頭已經斷了 後年未來 未接不上 中間這就是空性 所以禪宗要保持這一剎那的空性 保持這一剎那的空性就是正空性 正空性之後就要保隱 正空性之後不等於正道 他跟著就要固定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要慢慢做菜頭、源頭等 做完之後保隱要保十二年 一般說保隱保十二年 保持任運自然保十二年 保十二年之後才對峙遭蒙的煩惱 所以這個慰中國師有手指 一手指可以概括全國修行 這個可以一生修行完畢的 就是海底泥牛、含月酒、念前石虎譜而眠 鐵蛇轉入金剛硬 崑崙騎將路師兄 海底泥牛、泥造的牛入到海 泥牛入到海無消息 一同是溶化的 但含月酒、月就是明 即是很清楚 酒會做事 做事的時候很清清楚楚 所以海底泥牛、含月酒、念前石虎譜而眠 接著是保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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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十二年 接著鐵蛇轉入金剛硬 去對峙自己的操蒙憤怒 好像慰可症的道次後 走到街市賭錢等等 那些會員工以為他是妖爭 捉了他去殺頭 為何知道血是白色的 白血沖天 真是正道 為何在做什麼呢 在做鐵蛇轉入金剛硬 對峙自己最操蒙的憤怒 到最後就是崑崙騎將路師兄 崑崙騎將那麼大 路師小的小小小 無功用度 所以這四個階段 我管無生亦無生 世以大化 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 心亦滅 不會有 定了空性的時候 就沒有前念 不會想著下一年要怎樣做 只是胡來胡言 沒有前年是怎樣 沒有後面那一年 沒有後面那一年 胡來胡言康來康言 人家有什麼就做什麼 見到什麼就做什麼 不會想 我要做什麼 不會想現在我要穿衣服 我要吃東西 我要做什麼 我要儲錢 我要做什麼 不會想這些 不會想這些東西 就正空性 這個就是了 所以這一個我們要消業 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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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業多數是復業的 復業 復住葉 復住葉 第二方面 就要織復 復住葉的惡業就不會出來 復住惡業就不會出來 所以修行的時候 比較順一點 比較順一點的時候 放蒙生 即是私食 我們第二天就會講私食的化 等一下不要放蒙生 東麥放大蒙生的魚鬼 就快要做起了 我們私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即是我私食了 由最初學佛到現在 私食了三十多年 未斷過 現在越放越多 以前是私一次 現在私四次 現在每一個功德童也要 寶欣童也要 海匯塔也要 所以私幾次 所以沒有病過 從學佛到現在沒有病過 沒有看過醫生 不是沒有病過 有少許病 但是有時自己調理一下就會好 所以第二 織復是燒業 燒業和織復很接近 織復是擋住舊業 但織復是改善你的生活 所以織復可以做火供 做供養法 或者十二天神功 這些都是織復的 騎南軍帝屬於燒業 騎南是護法 和你燒業 有什麼搞你 軍帝會出手 這個就是做些燒業 織復屬於十二天神功 這些一直可以做 無論用什麼法門都要消業織復 消業織復並不是法門 因為消業織復只不過是解決你生活上的問題 不是真正求解脫 真正求解脫的不關消業織復 消業織復是解決不了的 人家沒有病有錢不等然你正道 不等然你可以了生脫死 不等然你可以成罰 不等然你可以做大菩薩 所以我們要求解脫 求解脫一般我們有打坐 打坐正道 大貪點打坐 希望正道 但是難行道 現在都很少禅宗的更器 接著多數是念佛求生靜土 念佛求生靜土的時候 念佛求生靜土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為何要講阿彌陀佛法 念佛求生靜土 我們消業織復和念佛是沒有抵觸的 消業只不過我們沒有障礙 沒有病等各樣東西都順利 沒有障緣 積福 積多些福報 這個和念佛是沒有抵觸的 所以我們剩下來的時間 我們要念佛 所以那些人說 風泰法師 不是講靜土宗的 我念佛念得多 為何呢 我睡覺念佛 拉起佛號我就睡覺 所以睡覺的時候 一邊佛號一邊保持在這裏最好 有時可以有時不可以 所以先講明 所以拉起佛號你就睡覺 那你的念佛就念很多 你可以念很多 打坐的時候我會念佛 當然有收官有念佛 但念佛是不會影響到收官的 因為吸入阿微呼出陀法 不會影響到收官的 所以這個消業積福和求解決 三樣東西分開來 你就沒有麻煩了 我說你收什麼鐘 收靜土宗 靜土宗只念佛 什麼都不做 只念佛 那不用消業積福 消業積福 太上錦影片 太上錦影片 外道來的 太上老君 歡迎你 所以佛教不可以說太上錦影片 這是外道的事情 為什麼會說太上錦影片 因為台灣是一貫道 很流行的一貫道 所以台灣的花師 就可以說太上錦影片 其實這是中了老道的計 中了老道的計 就可以說太上錦影片 為什麼不說 地藏菩薩靈錦錄 金剛經靈錄 那麼多說太上錦影 只是太上老君有感應 地藏菩薩沒有感應 蒙殊菩薩沒有感應 觀音菩薩沒有感應 所以這根本就是外道 這就是附佛外道 講那些法師 根本就不是法師 那些是外道 所以你要認清楚這些 所以有些人 是博士 其實這些名字 他不是佛學博士 他不是學佛的 不是佛學博士 是別的博士 這不關佛學的事 但是佛學停留在太上錦影片 那裡 即是初期 初期都不是外道 即是不可以說初期 我最初就說初期的事 我最初是講前世之迷 跟著講靈界的生命 天界漫談 跟著就講人生的增體 跟著就講戒律 跟著就講八色規矩 中觀遺色 一路講上妙法蓮花經 玄國經 那些就是一套佛法的事 你需要講太常感應片 一講太常感應片 就是你贈揚外道 贈揚小成都落無間地 要贈揚外道 你更加死定 負佛外道 所以這個都不是佛教徒 即是不可以當他是佛教徒 即是就算是法師 現了生什麼博士都假 這個都不是佛教徒 所以大家要認清楚 太常感應片 太常老君感應 還有一些欲曆保鑑 還有一些余正義公正義盟 鳥凡四分都是佛教的 但你太強調這件事又不行 所以如果你說我只是學佛的 我只是念佛念正道 我什麼都不做 那你就靠著你自己 在一個範圍走來走去 幾十年都是念那四個詞 所以我們要知道 念佛有三種念佛 一種就是實相念佛 這是慧遠祖師的 他正了道之後 宗敬倫 然後他就在奴生結社 一百二十三人念佛 這是實相念佛 念而無念 所以中風國師說 淨土即此方 此方即淨土 我心即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即是我心 這個 我心即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即是我心 淨土即此方 此方即淨土 所以虛弘老和尚說 我今念佛法念誰 卻來念他 作什麽人人心中有個佛 自性即是阿彌陀 他前中一樣念佛 他念自性佛 即是念佛 就是尋求我們的自性 這叫實相念佛 一般人說不可以 為何會佛 佛為何會救我們的自性 你不可以 才有善道大師的慈明念佛 慈明念佛 慈明念佛 開悟念佛 這當然是最高境界 所以有三根普及 這是上根 下根就是慈明念佛 中根有慧隱祖師提出 修六道孟行回向西方淨土 又念佛 又會做六道孟行 像是廉詞大師 一天做一百零八件事 但是一天都念十萬佛 求生淨土 他不是說念佛 就不用做世間的事 所以這是中根 上根實相念佛 中根的修六道孟行回向淨土 下根就是慈明念佛 慈明念佛的人當然會說 我哪裏是下根 你說我是下根 沒有理由下根 我是上根才念佛 只是下根 如果你不成這一點 你的念佛就沒有進步 如果你說這是下根 我念念一下 有四種念佛 有慈明念佛 然後是官像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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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實相念佛 你一級一級上 你說我這個慈明念佛 已經是最高的 沒有得再高的 那你就不用進步 你永遠都停留在慈明念佛 人家臨終十年 教你念了八十年都不行 因為八十年就不行 所以這個下根 但是下根裡面 你這個下根當然很多人在吵 明天很多人在網上罵 下根就是八十年 你幹什麼 所以上一次在佛清那裡 有個叫做馮秀曾 以前都經常打電話來 馮秀曾打電話給你 知鬼馮秀曾 他走去佛清 佛清舉手問 問問題 講完《國經》的時候他就問 法師人我想問問一個問題 念佛的問題 我說不念佛 你念多少佛 他說24小時 我說什麼24小時念佛 他說很厲害 除了睡覺的時候就念佛 他說怎麼念 吸入阿微夫出佛 他說為什麼吸入阿微夫出佛 打坐 他說不是 我可以用呼吸就唸 阿微圖佛 阿微圖佛 念到他兒子跪在那裡 你去看醫生 他說不是 你念佛 你念佛做什麼 不知道 法師沒有告訴你 他跟誰念 當然是跟提倡正道的人念 第24小殿念佛 我說念佛是心念 不是用口去念 用心念 因為你有思念佛的緣故 你想念不念要向西方 你思念佛 不是用口去念 他說不是我大聲念阿微圖佛 阿微圖佛 當然了 兒子看電視 阿微圖阿微圖佛 他要睡覺 阿微圖佛阿微圖佛 他說真的 真的 真的不貴 你也不行 所以 你念佛的人 就算是下根的人 你都不能夠叫他 你念佛就一定可以往生靜土 你要告訴他怎樣念 用心念 你不要吵人才行 你收到所有的法門 是你自己求解決的 但是人家不是的 你是念佛人家不是的 你不可以念出聲 所以 你不能說 以我的快樂 建築在人家的痛苦生上 人家聽到念佛 就起煩惱 你們在念佛 阿微圖佛 阿微圖佛 放假你就要阿微圖佛 打電話你就要阿微圖佛 吃飯你就要阿微圖佛 真的 你變成這個 就會影響到 所以你要講清楚 你即使提倡正土也好 你都要講清楚 怎樣去念 怎樣去念這句佛號 念這句佛號 其實 如果我說你這樣念了兩年 你至少有事一心 我上次聽了五回念佛 聽了五日而已 跟著自己心裏有個佛號 阿微圖佛 阿微圖佛 一定下來就會阿微圖佛 但跟人說話 佛號也不斷 睡覺的時候 佛號自己會擺 即是一個慣性 根本你念一個聖號 念慣到一個佛號 他就有慣性 我們現在打坐 阿微圖阿微圖佛 不用大聲唸 不用唸 打坐點唸 所以吸入阿微圖佛 是心裏唸的 心裏唸 心裏唸 你兒子都不知道你唸 怎麼會跪著 叫你去看醫生 現在叫我不要唸 我說先看醫生 不要唸 有個東西叫我唸 更大件事 你看外力出來 更加大件事 所以唸佛是好的 我們都是唸佛的 個個都是唸佛的 這個消業積福 你不要看著風濟化師 搞墨宗 消業積福 我們是消業積福 墨宗 墨宗 是消業積福 求解脫 我們是唸佛的 我們是消業積福求解脫 所以消業積福 不影響你求解脫 你有時間就是消業積福 你想要多些時間唸佛 你就多些時間唸佛 如果你說睡覺能夠唸佛 打坐能夠唸佛 你唸佛的時間很長 不用特地唸佛 當然你有空就打坐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那多好呢 所以這個淨土法門 墨宗就不妨礙你淨土 淨土也不會妨礙你墨宗 淨土也不會妨礙你墨宗 你每收了墨宗之後 淨土的收法會少了 你不用怕 我收了墨宗 現在沒有收到阿彌陀佛 沒有念到阿彌陀佛的時候 也不是那麼大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消業積福 然後你睡覺念佛 或者打坐念佛 或者有時念佛 這樣也可以 這就是禅墨相修也好 禅墨相修也好 禅政相修也好 墨政相修也好 安樂妙寶就是這樣 安樂妙寶它本身是念佛的人 它將東陀要念的咒 整理出來 這樣就叫做安樂妙寶 所以念佛不會影響西方淨土 要向西方淨土 所以我們平時做消業積福 做火拱造性 即古造 不會影響到你求生西方 求生西方 不是由朝念到猛 像馮秀英 念到入青山 去不到西方 入青山更大件事 不是西方來接你 是醫生來接你 而是你心裏有歸向淨土的心 我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有緣來接我 我有緣求生西方淨土 所以我一定能往生淨土 我要送所有眾生往生淨土 東陀變了很多法門 光明真言 有些說本尊是阿彌陀佛 光明真言 大寶劉國 這些就變成阿彌陀佛 尊聖陀羅尼都可以 東土若無尊聖秀 孤魂能以出塵埃 你施食 令光明真言 施食 有很多 現在我們的淨土法門 這個彌陀 比如彌陀法裏有護摩 護摩的時候 要超渡 我要求生淨土 我做過護摩求生淨土 不是不打 你是幫人求生淨土 因為為什麼呢 東脈是一種自利利他的事 即是自己又有利益 又可以利益別人 如果你說我只是念佛 求生淨土 那你只是自己利益到 你未必一定是利益到別人 東脈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幫助有些眾生 它自己不可以做 適當懷豬 它不是個個都是阿瑟尼 不是個個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幫他做 即是可以幫他幫別人手 或者可以施食 可以經常幫別人手 枉生了 可以幫別人手 有光明增營 23個字可以封竅 我們雖然沒有破話 但是我們可以封竅 也有光明增營 六印花 也有光明增營 七印花 這些都是超度的 光明沙 變成了光明增營加持 例如光明沙 一百零八字加持 所以我們這些 是消業積福 即是求解脫 所以求解脫 不影響你消業積福 你說我用了些時間 去收東脈 那就沒有那麼多時間 收淨土 淨土不用收很多 只是臨終十年 你只能唸多久 人家臨終唸十句 你又要唸他八十年 那你是否更浪費了些 所以現在有很多浪費了的事情 就是現在的法師 個個都走去講淨土 那你這麼大個法師 這麼大個博士 只說來講的都是講淨土 你不講其他 那你佛法滅了 那誰負責 你要為往性計著學 那些瑜伽都說四位 為生盟立命 為生盟請命 為天下立命 為往性計著學 為後世開太平 那些佛法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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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四個字夠 不要那麼多 我學不到那麼多 那你妄自飛薄 那你為何不學 你有時間 你為何不去學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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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光大師 當時有叫做 混人法師 混化的混 是人法師 寫了封信給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 原裝法師 取西京回來 在洛陽河的時候 那些京都掉下水 那些京都濕了 過了河之後 要曬京 誰知道 被那隻龜 不確認 被那隻龜吃了 那些京 只剩下四個字 那龜是誰呢 只剩下四個字 歐美堂那四個字 就夠了 三床十二步 不用要的 那三床十二步 你未必 歐美堂那四個字 未必是每個人的 是靈丹妙藥的 年輕人就不會念 年輕人要法特 不跟你念阿彌陀佛 你現在叫阿彌陀佛 他真是阿彌陀佛 所以這個 他要法特 你就要給法特的法門 脈中 收黃財神 黑財神 大黑天 收什麼可以法特 收什麼可以 可以黏住人把口 摩利知天 每個人收 孟人收 孟人都敢認 摩利知天 網上還說周準提法很感應 所以這些法門 適應不同眾生 所以我們做法師的時候 所有法門都要學 所以妙光法師說 我們學釋家中 我們所有的中派 我們都要學 凡是釋家貿尼的法 我們都要保存下來 當然 有些人喜歡保存淨土 就保存淨土 有些人喜歡保存惑忠 就保存惑忠 千萬不要說惑忠 淨土不行 淨土說惑忠不行 不要說中官唯息不行 其實佛法是全面的 大家一定是負相配合的 你中官沒有遺識是不行的 中官還是空 怎樣做事 遺識沒有空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到這個遺識十地論 你有儒家師地論十地 你到四家行為 你不用觀空 不用觀四尋師 正式如實至 即是空 明尋師 視尋師 自性假立尋師 差別假立尋師 這些就是觀空 所以空裏面有有 有裏面有空 千萬不要說我是什麼宗 你是什麼宗 露馬腳 露出你是不懂修行 人家說我是什麼宗 已經不懂修行 不要說什麼 你說我是什麼宗 那就只要這樣 佛法是全面的 所以我們分佛法是分成五教 五教的時候 網上有些人就談 或者五教說得不好 當然他們都不喜歡五教 那些說得好 第一是小成教 然後大成初門 大成初門分了兩個 中官遺識小成教 中官遺識大成初門 然後大成宗教就是天台 大成原教就是一個花炎 就是五教 花炎分開成五教 花炎的人就是法藏法師 道順國師提出的 法藏法師加以提倡的五教 小成教 小成是斷房老鳥生死的 我們大成就不和小成玩一堆 但又說中官遺識 中官沒有了遺識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中官只是空 你怎麼到中生 你不就要遺識 你不就要遺識 這個遺識沒有了中官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正常人都遺識 你沒有空性 為什麼正道 你至少自家行為 你都要觀四尋師 性是四而實之便空 明尋師 是尋師 自性假立尋師 他別假立尋師 所以中官不離遺識 遺識不離中官 不用爭 我們中國 所以我們叫他揚揚他 這個天台 是講我們本有的佛聖 大成宗教 個個都有佛聖 自己就是佛了 我自己就是佛了 這個我今念佛法念遂 這個人人心中有個佛 我今念佛法念遂 劇內念他作什摩 人人心中有個佛 自性即是阿彌陀 我們本來就是佛 所以這個是天台 這個變成胎藏界 這個呢 按部就幫他修的 花鹽十地 這個花鹽的機位 這個九處七會 全部在天上 這個 這個韜利天 韜利天 一邊十字殺雲十回向 一邊在天上講 這個呢 花鹽就是金剛架 所以修行是一個整體來的 那為什麼小成要做什麼 小成當然有用 扶小律以騰常 要先守小成的戒律 來講長住生心 因為小成的戒律 如果我是大成 我不用守小成戒律 那你整個佛教省的 即是你不自戒 因為戒是小成戒 雖然有大成戒 大成戒的威夷戒 都是小成戒 所以你不能放小成 而且小成破了你的貪念 你不要承 你有了錢的 消業積福 有了福之後 住洋樓 養風狗 那些什麼 弄多幾架車回來 那你沒用了 即是你消了業積福 你積到福了 那你會放低 所以我們不足金錢 不存錢 不存錢 那些錢不是我的 其實戒律裡面 已經叫你是這樣做的 你一出家之後 找個靜師主 多數找個媽媽 不是找我媽 不是個個來找我媽 而是 你是找你媽媽 因為你媽媽不出家 當錢是她的 那你呢 應用隨姻緣 當錢是她 不是你的 所以錢不是你的 你就不可以亂用 有必要就不用 所以我的車子 你見到一塊塊 被小鳥拿到一塊塊的東西 我不會碰的 所以那些警察來不敢抄牌 窮窮 三百多元 不知道有沒有錢 他不會抄我們牌的 為何要弄漂亮的車 走得好便可以 你需要管 你的車是否漂亮 漂亮一點 威水一點 威水嗎 威水便不會出家 所以這一個 我們不會弄多餘的東西 連洗臉也免得 不用 我們始終要洗臉 抹汗便洗臉 不用抹汗 抹汗便洗臉便洗臉 洗臉便洗臉 花灑灑下去 不用洗 不洗臉 不洗臉 為何故要洗臉 為何故要洗臉 為何要洗臉 洗臉便更漂亮 Petella 妞操煎 浪費 所以這些東西 全部浪費 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 被人妒忌 被人毀容 所以沒有用 有錢便被人飆心 所以沒有用 這些東西沒有用 所以你消業識福 有福之後 你懂不懂應用福 不是福之後 我要整大間店 我要自己享受 那當然不好 但是你要用的 可以有錢去用 但是你需要的 就是什麼 所以你看我們的花器 沒有省的 因為都沒有人 沒有人去省 但是我們現在 在日本買回來的 幾十萬花器 全部給予活佛 給予大陸文化 所以我們給予很多 我想每一百萬 都有幾十萬 但是我們平時很坑 我們專門買一些水果 買一些爛的水果 專門去選一些 有些包 十三元 只剩六元 有些水果 就來爛的 又便宜些 那天我買完之後 看到有個錢商 給錢的時候 有錢商 菲律賓賺災 我給一百元 哎呀 那個小姐的收錢 當然是覺得很奇怪 法師給一百元 你幾時肯得到一百元 兩元三元 兩元三元 那些是佛堂的 那些報師 又是佛堂的 分開來 所以報師 就要父老 對自己 就要孤行 用得到便算 那些快爛的 那些腸粉 本來是十三元的 剩六元 那幾好呢 你說 就是撲到他 所以 那這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 他馬上是未爛才賣給你 現在爛了 被告 所以 不用怕 所以這個 這個 我們要扶小律 以談實 所以佛教是一個整體 不是 你說我是什麼鐘 就是什麼鐘 那你 你浪費了你自己 整個時間 哦 我是什麼 我是什麼 講講講講 大法師 全部講靜討 講靜討 講靜討不是不好 但是可不可以講多些 那些佛教 不只是這件事 還有 你講了靜討之後 還說別人不行 那你就更加死了 所以 我們 我們沒有委訪人 我們個個都 個個都收 我樣樣東西都收 你看 我穿衣是穿小成的 穿衣是穿小成的 講是講宗觀遺識 他們講宗觀遺識都講的 講天台伯化 袁國經 什麼都講 但是 那就是收得很窄 那不是要 一門深入的嗎 一門深入 你深入就是深入 所以這個 為律法師說 一門深入不是這樣 一門深入是你正入去的時候 你繼續再加強那個正誤力 不是你一門深入 我念幾句法之後 我就一門深入去吃飯睡覺 看電視上班 上班 吃飯睡覺看電視上班 就叫做一門深入 一門深入是你說沒有那麼多時間 比如說老人家的 七八十歲 拿著鬼掌動動一下 都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叫他收墨鐘 你叫做火鍋 叫他做什麼 做大奶拜 他怎麼做 那就是要一門深入 因為他是下根 這些不是一定是下根 但是他是適合這個法門 所以法門是適合每個人的法門 所以你說年輕人 十幾二十歲 四歲大 就說給師傅聽 原生西方正道中 你想想過我還要八十年 政府統計 你還要八十年 八十年都是他四個字 不做別的事 那就很浪費 浪費了 這根本就不行 就不是法師 不可以說法師 所以這些佛教是整體的 不是說你是什麼中 就是什麼中 我喜歡什麼中 這些全部錯 因為佛法是一個整體 在整體裡面 你不可以拆開來 所以消業積幅 這個消業積幅 和求解脫是分開的 所以消業積幅 不會影響你求解脫 求解脫也不會影響你消業積幅 所以中官遺跡不會影響你小城 小城不會影響你中官遺跡 花形天台也沒有說不要中官遺跡 為什麼呢 這個中官發展出來就是天台 天台用一三三官 遺跡變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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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跡 文化為心 文化為息 文化為業 我們說文化為業 文化為錢 我們不要說這裏粉炸 我變出來 你變多一塊給我 我變塊黃金 不然你變不到 因為我們的業 文化為業 這是物質世界 文化為息 就是靈界 靈界自己的意識可以變出來 文化為心 這是原學說清淨的 所以這就是中官 文化為心 就是中官 文化為息 就是為息 這個文化為中官為息 文化為心 文化為息 文化為業 這是人間的事 人世間的事 所以這個中官為息 兩個都不可以少 所以我們又講心經 又講金剛經 又講白色規矩 又講印度佛教史 又講天台 又講花鹽 又講圓國經 又講靈嚴經 全部都齊齊 不可以少一樣 只不過有時講保護經 就是重點宣揚那樣 所以我們這個彌陀法 我們講一講彌陀法 所以有些人就說 我平時收這個 我是念開佛的 那我是否一定要修個彌陀法 這樣會好些 不是的 你現在可以掃火供 做完火供可以念佛 沒有問題 你不要以為念佛 你坐著念佛 念到實上念佛 我們要知道 念佛有四個階段 那你 頭頭你是慈名念佛 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然後念得多 口都乾淨 不如打坐 打坐的時候 你可以觀賞念佛 像觀賞 阿彌陀佛的佛像 叫觀賞念佛 觀賞念佛 觀賞念佛 觀賞得好的時候 你可以觀賞念佛 你以為周淨陀十六觀 周淨陀十六觀 周淨陀十六觀 是十六觀經 十六觀經 你連十六觀經都不收 如果收到十六觀經的時候 你可以到實上念佛 你觀到日觀念前 你已經登初地 你已經是實上念佛 念而無念 我今念佛 佛念誰卻 念他佛 人人心中有個佛 智聖即是阿彌陀 我們不是否定阿彌陀 我們是念智聖 念佛念智聖 所以這一個是四個階段 如果你接受這四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不會只是磁名 不只是磁名 一路進升的機會 一級一級這樣上 最終是做實相念佛 你說我這一輩子都做不到實相念佛 那就中間了 你念到多少 光飛台來接你 你都繼續念佛 如果你說比利盟一 不幸運 好幸運 念到實相念佛 那你就正道 那你多好呢 這一輩子就解決 為何等到阿彌陀佛 那裏呢 去到阿彌陀佛那裏 喝咖啡 屈生畢竟度年財 然後混入梳婆 到眾生 多好 上品上生那些不住正土 正土那些 下品下生 五百大劫 中品中燈 一劫 一劫 蓮花才開 上品上生那些 去到正土 立即拿回來 四聲哈佛 阿彌陀佛 你好 那當然跟著回來 屈生畢竟度年台 馬上回入梳婆到中心 根本不會浪費時間 所以念佛 不是一定是慈名念佛 如果你說很多人歡迎 那是對的 那你就慘了 這些老人家 那些師奶 去到的時候 年輕人不會念的 年輕人要發特 那你怎樣去接引他們 年輕人有沒有財神法 發特最重要的 有什麼不給別人說是非 有什麼不用做有著數的事 你講著著數 你念佛求生正土 你在街邊 拉一個年輕人 叫他念佛求生正土 你當然不肯 但是你叫他 有事發特 你必須嗎 當然要 先以欲勾軒 然後入佛寺 你將他拉進來 要不然佛教就不得全面了 你的佛教就越來越萎縮了 那些脫節 那些人死了之後 那些老人家死了 修正土那些人死了之後 那些沒有後屆沒有人 你說永遠都要有人修正土 沒錯 戰亂的時候最多 打仗之後 日本仔的時候 每個人都修正土 不修正土收什麼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炸彈就在上高 不知道什麼時候去 那當然是修正土 唸得一句 唸得一句 那現在太平盛世 那些人當然是想法特 所以每個法門都要具備 才能夠適應 所以我們叫做圓融派 看漢風洗禮 你叫做哪些東西要 哪些東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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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每樣東西都有 這個佛教超級市場 所以我們每樣東西都有 所以這叫做圓融派 但是我們也不是特別強調一宗 你叫我們 雖然是墨宗 但是我們又講 又講經 又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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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些時間用 因為我們要多時間 那你說 我多人不夠時間 我還是收一宗 那這個情有可原 但是 你不可以毀謀別的宗 不可以說別的宗不行 因為這個 你是我暫時 沒辦法收第二個宗 我已經八十歲了 叫我去做護摩 叫我做大奶爸 我一條命給你 所以 所以 你可以念 但是你不可以毀謀 不可以說別人不行 所以 凡是佛所講的 各個宗都可以 每個宗都可以 沒有說不可以 不可以的 不會講法 不可以不會講 所以凡是佛書的法 都是對的 都是圓滿的 不會不圓滿的 只不過 前面那些是化石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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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定的 這 72歲 說的 全部是權 全部是方便說 所以 在後面才是開拳 顯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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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才是,我們是窮子徐訓,花七瑜,我們有佛性,我們個個都是佛,我們只不過你肯不肯直下自成當,我說你是佛, 那你說,哎呀,本來是佛才是佛,我是佛,以後不殺人放火,以後不偷騙改變,以後做好人,以後要救人,以後要社己為人,以後要利益社會,要利益眾生,那就是整個佛, 不過問題是,沒有個堅持的心,所以一直要有些法門給你去修,其實你一念是佛,你已經是佛了,不過問題是,你不記得了之後,又去做業,所以這個,我們的阿彌陀佛,所以脈中,不用一定要專修阿彌陀佛法門來求生淨土,我們阿彌陀佛,我們可以用回我們念佛的, 念佛呢,比較容易一點,因為念佛,為什麼比較容易一點呢,念佛好過念咒,為什麼念佛好過念咒呢,咒是要來識增淨豬的,念佛呢,要來攝心的,攝心的時候,寧生阿彌陀佛, 寧生西方靈島中,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好似呢,當失了路的兒子,叫媽媽這樣, 那你念到星雷俱下,念咒不會念到星雷俱下的,這個,阿彌陀佛,這個要來識增淨豬,要來幫人,要來做護摩,要來用的,所以,你用心,始終念佛的心是好的, 好過利用,因為如無益子,中間有一條路 兩邊都是黑河白道遇 前面有冤家債主追著 前面只有一條路,阿彌陀在裡面 兩邊都是地獄,兩邊都是地獄的火 你只一心向阿彌陀伯去,就可以了 所以智者大師講了這麼多經驗 又發花萌具,又發花圓宜,摩康子宮 最後念佛求生淨土,60歲的時候 看來其他人都不行了,收不到 你收過,覺得未到,中一生的時間 都未能夠切入,未能夠實際解脫 在阿彌陀伯問一下怎麼做 所以念佛求生淨土,60歲求生淨土 所以這個淨土法門是一個殊聖的法門 所以我們要收阿彌陀佛的儀軌 我們有很多條咒,淨土裡有很多條咒 如果你專門念佛求生淨土 即是要來幫助的,應該是大彌陀咒 大彌陀咒有一條很大的咒 有大彌陀咒,有往生咒,往生咒 往生咒這裡都出了,是短的咒 還有就是金剛界的咒 這是做護摩的,做護摩我們用這條咒 用金剛界的咒 平時還有胎藏界的咒,那條很少念 那條是Ong Sasa Saku,那條又少念 我們平時念這個小咒 就是Ong Amilita Te Se Kala Wung 這是阿彌陀佛的咒 這是金剛,威德作佛能生 這是阿彌陀佛的心咒 Ong Amilita Te Se Kala Wung 這是阿彌陀佛的心咒 阿彌陀佛的心中心咒 做護摩要快一點 Ong Amilita Wung 這樣也可以 要大咒,大件事 這是大件事,溫裂往生咒也可以 所以阿彌陀佛的法夢 是原則上你可以收的 但是你念佛的人 不是一定要收阿彌陀佛的法夢 才能夠整齊整套往生 那是可以的 但是沒有必要這樣收 你念佛,念得好好的 你就念佛 我們睡覺也可以念佛 行著做我都可以念佛 我聊天的時候都可以念佛 可以念佛的 你心一停下來 所以你最重要 我五回念佛的時候 令到有聲音在耳邊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你好像開收音機一樣 你去切入那些聲音 跟那些聲音相應的時候 你整個打坐都不用念佛了 不用念佛了 心不需要念佛 自然地 那你就要觀察 我今念佛法念佛 誰在念佛呢 你都沒有念佛 你都沒有念佛 你這個念佛就行 所以不要說我只念佛 我只念佛才行 其他不可以 這也不行 所以我們援用派 所有的事 藝法教的 我們都要做 如果你說 我是什麼派的 露出馬腳才行 露出馬腳 原來你不信佛 佛是講完所有的事 我只要一個 我不要那些 我只要這些 沒有能力 沒有辦法 但你有能力 你不做 那你就什麼 以盟隱盟 雙複入 火坑 這個最快 你只念佛可以 不要念別的 你沒有時間 你怎知道別人沒有時間 大把時間 直睡不睡覺 看電視小一點就行 我們沒有睡覺 我們休息 我們很累 我們就躺在這裏 到他醒我們就醒 三個小時就醒 然後呢 做完事很累 那就休息 我們沒有睡覺 不用睡覺 它會自然的 所以你打鬧鐘都沒有用 它不會醒的 會醒的 夠時間就會醒 夠分就會醒 不夠分 它不會醒 鬧鐘都沒有用 所以這個念佛法夢是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 我仍然是睡覺念佛 就是打坐念佛 然後平時修墨鐘 廣經修墨鐘 打坐念佛 睡覺念佛 施食 亡生施食 施幾次 所以就收十個小時 九個小時到十個小時 做五個供養法 一個護摩 一個火供 五個供養法 四個放蒙生 四個施食 所以搞了這麼久 這是你的責任 你要跟天龍百步 打得好 你天天要共養 你當這是你首要的責任 它就會保護你 吃了你的食物 給我這麼多食物 好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就會保護你 所以無災無難往生淨土 這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阿彌陀佛法門 其實不用特別去收 如果你念佛 你便可以念佛 念佛的心很好 我覺得能夠求生淨土 念到星雷驅 念到什麼 念咒做不到 念咒可以狂魔 送人去淨土 念光明燈營 阿彌陀佛法門 可以送人去淨土 念咒阿彌陀佛法門 也可以送人去淨土 念咒阿彌陀佛法門 也可以送人去淨土 念咒阿彌陀佛法門 念大往生咒 這個真的可以 念佛就可以 因為往生咒也可以 往生咒這裏 也有繁文的往生咒 往生咒也可以 念往生咒 印光大師說你念往生咒 念四十萬淨土 念佛法門便會開 印光大師去過 看過自己淨土的淨土 所以你說得行無事 念四十萬往生咒 這也是辦法 但是我們念佛的人 和修葬墨 修藏墨 修藏墨 用不修改 藏墨就不知道 藏墨要阿彌陀佛 整道寧波車的東西 我不敢說 你認為我不是寧波車 但是 但是藏墨沒有關係 消業積複求解脫 你將它分開 你什麼事都沒有 就是你的心有問題 其實分開就沒有 消業 消業積複是墨中的 一求解脫人念佛 沒有問題的 沒有人說不行的 那你念佛 你不成佛的 你就念 念到實相念佛 你就成佛 念到實相念佛 就入治輪功 你念 慈明念佛開始念 念到功想念佛 那你說功自總 功自總 功自總念佛 功自總 功上念佛 功上念佛 功自總 功自總 功歐美塔的自總 功自輪功 然後可以 功上念佛 收淨土的十六功 然後可以入到實相念佛 你不會肯定我是這個 我是慈明念佛 什麼都不好 所以有些受淨土爭中的影響 淨土爭中說 阿美陀佛有願來接我 我們不用信願行在阿美陀佛 我們信就可以了 這個願和行在阿美陀佛 所以這是很多不好的事情 為什麼不好呢 就是因為它抨擊其中派 或者毀謀其中派 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們說了 每一件事 我們沒有毀謀 我們每一件事都讚嘆 不會毀謀 那你就沒有葉 如果不賣 你就大件事 積了福 都不夠你的葉 和你全生 所以我們 這個動脈的人要注意 所以我們做火供 施食 做十二天神功 然後念佛求生淨土 沒有問題的 念佛求生淨土是打底 最好就能夠淨土 最好念到實相念佛 我就是阿美陀佛 我跟念佛法念神 你來念我 我不念你 所以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還念什麼 那當然最好 但是最先你當然要找個地方 因為人生能得 人生能得 金以得 佛法能盟金以弘 金生不向此生道 金向何生道此生 我們的姻緣是很少的 就算我們知道 前世催眠那些東西 我們都是由唐朝到明朝到現在 其他很久才出一次 所以這個佛話 好像這盲眼的烏龜 烏龜盲眼 一百年上來一次 碰到那塊木 木中間有個洞 那你就爬到出來了 那你 那個木在海上飄飄下 你是盲眼的 看不到那塊木 但是你又可以 在那個洞那裏 捐了出來 你說多難得呢 所以這一世得到人生 下一世未必得到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一生舉 一生取棒 所以修墨中 不要忘記念佛 不能夠沒有念佛 因為我即生成佛 講而已即生成佛 黃法大使都不是即生成佛 他一流生入定 他都沒有成佛 他提出他都沒有成佛 連花生大使即生成佛 都在夜叉國 搶到夜叉國國王 用奪屍法搶到夜叉國國王的身體 所以即生成佛 是有 但是不是 看來照鏡子 都不一定是來到你 所以如果你不能夠即生成佛 那怎麼辦 當然是求生淨土 所以念佛的人 做什麼的人 不要離開淨土 這個就是真的 所以這個安樂妙寶 有空翻看安樂妙寶 安樂妙寶就是說 修淨土的人 但是又修墨中 因為墨中是來用的 淨土是求生淨土的 墨中是要來用的 如果沒有有用的東西 譬如說幫人家 那你自己的家人有事 你至少幫家人 或者幫人家 有些人真的不能夠收 不能夠收 不能夠收 即生懷尊幫人家收 那都是一個幫助眾生的方法 那當然是用私食為主 就是私食、超道、光明更宜私食、超道 所以遣教和墨教沒有關係 淨教是硬 這個墨教是行 這個淨土是歸宿 所以你不要放棄淨土 沒有正道 未適生成佛之前 還想著淨土好一點 所以不用特別去修一個法門 當然我又修行都修了 我又做共養法 做阿彌陀佛一門深入 那就中了算 一部分都可以 你還算一門深入 沒有一門深入的東西 你問責任可以不可以 你一定要一門深入 一門深入是你沒有時間 如果你有時間的時候 你要門門都普及 所有的法門都做 所以我現在做戶摩 有六十五種戶摩一起做 你見過我做戶摩 我一天做五個 一天做五個 一年做六十五個 剩下來就加不動下去 因為我天天有戶摩壇 所以叫你們在家裏 整個戶摩壇 首先 我先問准你家裏 持份人先 持份人都很重要 所以 我每天都做 因為你有戶摩壇 你每天都做 六十五個戶摩 一個都不能夠廢 不可以跳的 不可以少一個的 今天做北斗戶摩 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戶摩 你又要做 所有戶摩你都要做 所以不可以偏廢 罰法也是 每一個佛法都是寶 每一個佛法都是如來親口宣說的 每一個佛法都是真正的法門 但是 不是 只是那個就行 因為為什麼呢 佛講到那麼多個法 難道你把其餘的法 只要這個 那你不就大件事 明明要把佛法 你不就大件事 所以 各個法門都是圓夢的 各個法門都是什麼 看你的環境 你有時間收多些 沒有時間收少些 但是不要去委託其中派 不要說外道話 太上錦影片 怎麼搞 太上老公來接你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